那剛剛我用的是這個MQTT-DASH 其實我這邊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叫做那個 那個也是雷同的 我給各位看一下它的畫面 我這邊也有做了一個 你點開之後 它就像這樣 可是它的好處是 它能夠控制的項目更多 你看到現在是比較單的喔 你看這個開燈關燈 然後溫度啦 可是你看我們從上面 從這個地方加號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按鈕 開關 Slider 什麼是Slider 是不是滑動的滑桿的 然後呢文字的輸入 Note 那個狀態 然後這個什麼 COMBO的應該是那個 核取方塊 然後呢 燈有沒有亮 開一顆燈 在那邊指示 多選題 這個沒問題 然後下面還有 有沒有發現它多很多 那像這個 Gage 有沒有 Gage 這個就是 那個 在這邊的 你可以多做一些 這個 來 簡報的最後面 最後一頁 我有放 就是 簡老師 簡良老師 跟Mati 他們這兩場 線上 課程的簡報 你可以看一下 在 左手邊這個 是Mati的 我把它打開 存取全線 存取全線 現在你可以進來的時候呢 你看到它在這裡 下面這個 因為Gage的就像這樣 我們剛剛這裡有儀表板 有那個對不對 可是 Gage 是這一種的 有沒有 就是說 你除了有這個 指數 那個圓圈 它還可以指定 危險程度 我就從這邊就可以一看 就一目瞭然 喔這個大概是在安全範圍裡面 像這樣子 所以跟我們生活裡面用的是很像 然後像這種開關燈 所以 其實呢 在這邊 其實那一天它的那個 這個簡報它沒有提到 我們現在手上沒有這個APP 對不對 它有 Demo而已 但是沒有 沒有特別 提 因為 Mati覺得這太簡單 他要教的就是我們 就是說 你如果想要自己做 那我可以直接透過 包括我們 Google的 好 像這些 儀表板 你可以放兩個 放沾的那個都一樣 我們可以透過 就是 Google整身 它有提供 這個 應該在上面 上面 這是Google的圖表 你剛剛看到的就是從這邊 也就是當 未來 老師有機會 我要更進階 我想要自己 透過網頁的學習 我自己達到這樣的東西 你要不要變成電影機沒關係 我也可以變網頁 反正現在變網頁很方便 App 反正還要經過一個安裝的動作 那我就變成網頁 反正網頁只要你知道 就還好 所以你可以變成像這樣的圖表 也可以像這種的圖表 就跟我們家Beshell 或現在 蠻多流行 學一個叫Power BI 微軟站 做一些大數據分析 原頂圖 這些都可以 那你這樣的話 就更有彈性 因為我們可以從Google市場表 可以讀很多資料出來 我可以做即時的 那當然我也可以讀取一段時間的資料 把它讀出來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變正列 我們在裡面去做看看 所以 這個是 給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現在要做這個 相對變得 至少比較容易一點點 不管講說變得非常簡單 因為這個畢竟還是有Coding的部分 一點點 可是他已經把這個流程 減了很多 另外那個 檢老師的 你有參加嗎 你看 哇 我怎麼都有跟你參加同一場 這一場剛好 應該是上禮拜的吧 對啊 我那天剛好從 我去 德明 內湖 回來剛好 晚上7點上課 所以 這個 檢老師的就是 大致上就是我們早上提過的 翻譯機 那一塊 當然他有提到的部分 Web AI Web AI 就是在後面這裡 Web AI 應該是這裡 他就有 怎麼樣 利用Webbit 把它轉換成正面 這一塊的內容 這個你就 參考一下 沒關係 今天如果你的是從Google市場表讀出來 那其實他本身就是用逗點隔開的 如果一次讀一定 那他就是用逗點隔開的那個 就是那個內容 我們可以透過 正列的方式把它拆開來 拆開來之後 就可以自己決定 哪些資料要放哪裡 哪些資料要放哪裡 再把它顯示在我們相對的內容 好像這個內容上面 那 這個是 我是要補充一下 如果未來大家 有想要 透過比較進階的方式 來做的話 也可以